这物件所有权人共六位 除了彭先生是透过法拍取得外 其他人皆是继承而来 从法院公告可看出 这个物件进到法院拍卖 是因为分割共有物 彭先生取得六分之一的持分后 对其他持分所有权人提起分割共有物诉讼 且法院准语变价分割 我们来看看 彭先生先透过法院取得持分 再透过法院卖掉持分 大约有多少获利 彭先生于第六轮取得六分之一持分的得标价 换算土地一瓶4.8万 若用目前第七轮第一拍的底价 换算土地一瓶10.5万 即便没有在第一拍售出 在其他拍次售出 彭先生仍有获利空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 法拍物的投资 人们会透过法院来购买小额持分 赚取价差 但投资要获利 专业知识要足够 这物件其实是法拍地雷 现在地雷启动了 就看是谁去触碰 这物件的法拍地雷 还不止一颗 有人看出地雷在哪了吗